緬甸政府軍和國桿族同盟軍 週三上午在國桿酒房展開激烈的槍戰 當地國桿族一位居民中午告訴本臺 政府軍炮轟同盟軍目前還無法估計死傷人數 部分傷者當天下午將運到林昌南傘鎮救治 據當地消息稱 上週六緬甸政府軍出動至少4架戰機 以及大量地面重型火炮配合地面部隊 對國桿、紅掌、老街、大水塘等地區的國桿同盟軍 幾乎全部陣地發動猛烈攻擊 當天的戰鬥是自2月9日 國桿同盟軍向國桿地區緬甸政府軍發動猛烈攻擊以來 戰鬥最為激烈的一天 當天中午 政府軍又一架戰機被同盟軍擊落 就在同盟軍強力反擊政府軍的同時 反政府的另一支部隊克清獨立軍第四旅所屬部隊 也繼續在江西地區主擊政府軍嚴防緬軍渡江進入國桿 國桿族人週三向本臺提供約30張 政府軍在當地屠殺平民百姓的圖片顯示 數十平民被殺 其中不少屍體被反綁雙手 有的胳膊被炸斷 現場硝煙瀰漫 國桿族人告訴本臺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軍事委員會本周三發出警告稱 近日國桿維警察已引誘加脅迫的方式要求在邊境避難的國桿難民返回老街 國桿維警察明知緬軍屠殺大量 我國桿無辜平民 但卻為了幫助緬政府粉飾太平 竟然不惜犧牲同胞的姓名誘騙同胞返回老街市區居心叵測 通告還稱 周二就有返回老街的國桿難民被緬軍當作便衣同盟軍開槍射殺 另有兩名不願意當維警察的國桿青年被秘密殺害 還有數名國桿難民在返回後 連人 連車都被緬軍帶走 至今不知所蹤 周三下午 同盟軍在安排部分有當地身份證的難民前往中國境內避難 當局擔心有政府方人員混入 要求美人出示身份證核對 另有部分居住在山區的難民因路途艱難 暫時無法前往雲南 部分人究地躲藏 在雲南德烘州龍川縣義工龍先生周三告訴本臺 該難民營有3000多人 其中500個10歲以下的孩子沒有父親 當天他準備了1萬多元的藥物送往17號難民營 本臺周二曾報導 由於中緬邊境 部分人都在打 這幾天一直在打 每天都在打 今天我也是準備了1萬多的藥物藥品 本臺周二曾報導 由於中緬邊境 部分口岸已經封關 通往雲南的部分地區被封鎖 不少難民開始向南部地區泰國邊境行進 打算流亡泰國 已經離開國港 經過第二特區瓦邦的難民隊伍 分成多路向南部地區移動 在其中一支隊伍中的嚴先生周三 但告訴記者 他們在嚮導的帶領下摸黑前行 針對近日有緬甸軍方人員稱 有中國僱用軍參加國港戰鬥的說法 國港同盟軍領導人彭佳生24日在電話中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不接受中國籍人員參戰是國港同盟軍鐵的底線 此前針對國港少數民族地方武裝與中國有聯繫的傳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回應說 中方一向尊重緬甸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利用中國領土從事破壞中緬關係和邊境地區穩定的活動 緬甸軍方24日稱 在掃蕩清角戰鬥中取得重大進展 但對大批難民來說 果敢的局勢遠未穩定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